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菲律賓 那義大利也是史上第一次恭喜 而且他們是由他們的外交部正式發文 恭喜台灣的總統當選 習近平的做法 就讓人家覺得你這個傢伙根本是個壞人 義大利是武漢肺炎的超大受害者 他還敢再來一次嗎 所以這些國家都受到了中國的害 心中心裡想 這個國家在讓他長大還得了 所以有超過 我昨天才50個國家 今天這麼多國家 已經80個700個政要 對 所以你挖走一個 我記不起來的國家 挖走一個國家 人家來七八十個來祝賀 習近平今天晚上可能很難睡 你知道嗎 我怎麼越挖祝賀的越多 我怎麼越搞台灣 台灣越多朋友 所以我才說 台灣的朋友是自己闖出來的 台灣的朋友 不是中國憐憫之下的產物 在剛剛莊委員有講說 是2024年 所有民主國家裡面 第一個舉行的 所以選前大概有四百位媒體記者到台灣來訪問 那選後呢 其實我們接到了非常多的賀電 統計到現在大概超過八十國 超過七百位政要 這都有賀電或是用公開貼文 那這個是史上第一次 從來沒這麼多國 所以台灣走向世界 或是說世界的台灣 這是真的 不過其中有兩個國家很特別 第一個國家是菲律賓 史上第一次 菲律賓現在總統小馬可是 他因為菲律賓跟台灣沒有正式邦交 因為菲律賓一九七五年跟我們中華民國斷交 沒有承認台灣國家地位 所以他沒有有外交系統發言 他是用他的自己社群平台X 但是他稱呼賴清德是台灣的總統當選人 非常罕見 小馬可是提到 我們期待在未來幾年內密切合作 強化共同利益 促進和平 確保我們人民的繁榮昌盛 你看這是他英文 president elected Lie清德 on his election as Taiwan's next president 用了兩次總統 所以中華緣菲律賓是怎樣 最近被中國惹毛了嗎 你看他這個態度改變非常大 小馬可是他從2022年上任 他上任之前 杜特蒂 杜特蒂以前的一個政策 你看他跟中國 超親中的 那可是現在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完全不一樣 他會感受到 你中國也是我很大的一個威脅 你看大家在看的是說 你看他中國在看菲律賓的時候 他會認為說 你這個小馬可是 你這個翅膀硬了 你把你的軍事基地租借給美國 你是什麼意思 杜特蒂就想說 我的男孩 我本地我愛的 你都跟我說那是你中國的 所以他現在也硬起來了 所以對整個防堵第一島鏈 當然對中共來講的話 覺得我已經受到攔阻了 可是對菲律賓來講的話 我如果不跟美國 跟這些自由世界的國家 站在一起的話 我的南海的部分 你中國跟我菲律賓的軍力來做比較的話 也是天差地遠 所以以這次來看的話 其實是非常特殊 可以證明的一點就是說 剛剛連旺所提到的 這其實全世界自由國家 在這種關鍵時刻 大家都會結盟 站在一起 那台灣你現在來看的話 有這檔總統大選選完 全世界在關注 一關注完以後 連這一些不太可能認為說 什麼 小馬可氏 要去跟我們成幾何十 會向台灣選出來的總統 來跟你說 台灣總統跟你恭喜 這個就代表說 他很多國家 膽敢淡戰出來 就是中國你對我的威脅 不好 你們以前動不動 就是我跟你好 然後你就跟我說 我不能去跟台灣好 那現在你跟我不好的時候 我當然要先跟台灣好 所以國際的局勢這樣在走 那以台灣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確實是就像蔡總統講的 我們真的是走在對的路上 對而且真的是世界的台灣 那這次除了菲律賓之外 另外一個國家 另外其實好幾個國家 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菲律賓 那義大利也是史上第一次恭喜 而且他們是由他們的外交部正式發文 恭喜台灣的總統當選 那我們知道義大利其實是歐洲 有最早加入中國一帶一路的G7國家之一 所以這個也很不容易 那這個沈隆青學者 他的分析說 菲律賓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主要是因為就是南海的爭議 所以菲律賓計畫 在他南海控制的九個島上升級設施 而且購買更多船艦 在軍事上對抗中國 與菲律賓經濟海域上升高的侵略性 他也提到不且有錢中國才因為菲律賓同意增加美軍基地而大表不滿 因為這讓中國進犯 台灣更加困難 所以余將軍 所以戰略上菲律賓很清楚 就是往美國這邊靠的人 當然 大家記不記得以前中國想盡的辦法要挑釁台灣跟日本 台灣跟菲律賓的衝突 就告訴你說 哎呀那個沖子島礁啊 或者釣魚台啊 就是我們中國的 台灣要跟中國戰略局跟日本對抗 他要讓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搞差 要跟台灣跟菲律賓搞差 因為我們台灣常常在捕魚的時候 跟菲律賓有些摩擦 不要怕 祖國挺你 中華民國的 台灣的海軍不派 祖國來派 他就是要讓台灣跟北跟南的鄰國都搞差 搞差他才可以搞你啊 那可是現在呢 習近平的做法就讓人家覺得 你這個傢伙根本是個壞人 為什麼菲律賓會這麼支持 哎這不簡單耶 他承認我們是台灣的總統耶 雖然沒有承認我們是國家 但是總統就是國家了嘛 總統就是國家 不然還有什麼統 對不對 總統就是國家 他這樣傳過來表示 我肯定你 他為什麼 討厭中國 你中國一天當然派你那個小藍船 小藍人到我的海域裡面 攔截在那裡 不讓我的人接近 我的海域 你不讓我接近 他恨死你了 那如果台灣跑去跟中國好 那是不是台灣這整片把菲律賓都夾擠起來了 所以他心裡想 還好啊 台灣當選一個總統是討厭中國的 是跟中國不互隸屬的 他高興啊 否則整個印太戰略就斷了嗎 所以我覺得那意大利跟 意大利是武漢肺炎的超大受害者 真的 他還敢再來一次嗎 他還敢再來一次嗎 所以這些國家都受到了中國的害 心中心裡想這個國家在讓他長大 還得了 所以有超過 我昨天才50個國家 今天這麼多國家 已經80個700個政要 對 所以你挖走一個 我記不起來的國家 挖走一個國家 人家來七八十個來祝賀 習近平今天晚上可能很難睡 你知道嗎 我怎麼越挖祝賀的越多啊 我怎麼越搞台灣 台灣越多朋友 所以我才說 台灣的朋友是自己闖出來的 台灣的朋友 不是中國憐憫之下的產物 那當然我對我們所有的盟友 我不會說他是個小國家怎麼樣 如果你覺得台灣好 跟中國交往後悔了 台灣還是很歡迎跟你站在一起 OK 好 那余將軍忘記的國家 我幫你回憶一下 叫諾魯 不過徐曉信很天才 諾魯斷交 他怪賴清德相信習近平 選前講 相信習近平不是馬英九嗎 那請教范老師 習近平最近中共黨報 黨刊叫求是 習近平的文章 完整準備全面貫徹 落實關於做好新實在 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重要思想針對台灣的部分 他強調要發展壯大 台灣愛國統一力量 反對台獨分裂行進 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他現在是在恭喜賴清德當選嗎 對啊 對啊我真的覺得跟現實差太多了啦 那當然我也覺得就中國就是 你看這個雜誌叫求是嘛 對 什麼叫求是 叫實事求是 嗯 原本這個 這個是過去 我覺得共產黨還算是比較實事求是 搞到現在習近平根本不求是啦 嗯 跟那個題目 這個跟這個雜誌名字反諷嘛 台灣有誰會取得什麼愛國主義大旗 去跟你統一 嗯 光是賴清德拿到558萬票 是40%嘛 對 我認為啦 柯文哲的369萬票 將近26%也是反對統一的啦 因為柯文哲都是年輕人嘛 年輕人本身就天然毒嘛 所以加起來也將近大概是66% 嗯 所以保持絕大多數的民眾 是拒絕統一 保持絕大多數的民眾 是拒絕統一嘛 你更不要講像政大選人中心 他們長期做的民調 支持統一大概連10%都不到 嗯 所以我是覺得嘛 就是習近平要這樣吃人說夢 我也沒辦法啦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只能夠自己催眠自己嘛 嗯 不過他也很難交代嘛 嗯 所以賴清德在 中國這次是直接的介入台灣選舉 對啊 直接逼退郭台銘嘛 嗯 對不對 過去你說什麼周子瑜事件 那還不是直接那間接的嘛 你說什麼香港反送中影響上市投票 那個也是間接的嘛 他這次是直接大啦啦的手伸進來 可是我覺得台灣民眾勇敢的 就是我們敢跟中國say no嘛 嗯 你這次你看 過去也沒有這種戰爭的陰影啊 上次也沒有 2020年選舉也沒有什麼 什麼戰爭和和平的選擇嘛 嗯 這次是真的是這樣啊 就用戰爭來恐嚇你台灣人民嘛 台灣人民用實力告訴你 我拒絕被恐嚇 那你覺得他把諾魯弄走 也是一種報復嗎 我覺得主要是對內部交代啦 對台灣什麼報復 內部洩壓 對啊 台灣台灣你問諾魯 有十個人九個不知道 對不對 十四億中國人也沒幾個知道 大家也不知道啊 對不對 那個諾魯對不對